雖然今時今日泰國政府沒有封關 但它所做的一切和封關似乎沒有分別 以市面情況來說 很多商場百貨都優業 不過大家都要喝杯咖啡喝一口茶 有見及似的咖啡店有些特別的設計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買來喝都會安心一點 雖然世界零距離 但今時今日泰國無論如何都需要一些距離感 例如這間咖啡店 就特意有些位置讓大家保持一個距離 而且買咖啡的話 給錢進這個瓶子 然後有人拿走 這樣就較為安全 保持這個距離 希望不會感染到這個病毒 之後拿咖啡 還要走出去外面 不過在這個位置就等咖啡了 值得留意的都是有這個距離感 看看這個設計都好像挺實用 可以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減少了細菌被擴散的機會 但你可能會說 這樣的話 其實你都會碰到一些銀子和大銀 那不一樣會有機會中招 你留意 其實有些QR Code 是可以容許用這個電子貨幣的 這個設計算不算很high-tech 是一般的 其實表面上好像很威猛 但其實你看真點 有些是用人手操作的 盛在簡單方便 世界零距離 今時今日世界真是零零射射 所以有些距離 這間咖啡店這樣做 都真是挺有心思的 最重要是令大家安心兼且衛生 據稱最初店主有這個想法時 被人笑他覺得哈哈真是白癡 其實這些不是叫白癡 是叫有意思 這位店主據他所說 自從上星期二開始推出這種方法之後 都廣受大家的關注和讚賞 在社交媒體之上 大家讚賞他們不得了 甚至一些知名的國際傳媒 都走來爭取採訪 問對怕不怕有人抄招他 用他們的方式來賣東西 他說當然不怕 最重要是大家拿來用 因為這個方法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他亦都沒有拿專利權 亦都不介意別人用的方法 去發揚光大 最重要是每個人都保持衛生 保持這個零射有距離 這樣就可以了 本來這杯咖啡的造型 賣相相當之美 坐在這裡拍照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今時間所有這些買外賣 是賣食物的地方 都不能夠坐在這裡喝 坐在這裡吃 所以只能夠take away 於是本來可以很美的一杯飲品 就變成這樣 但最重要是好喝 據稱現在這個法例 是次到4月12日 4月13日 即是泰國聳間配水照 回復正常 但希望真的這樣 希望盡快可以回復正常 我們可以喝一杯 很美麗的咖啡